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10月 台湾省实施联合反登陆操演 一辆坦克开着开着撞上了电线杆 士兵林凯强被压死 车长刘宇宏受伤 陆军新门防卫指挥部证实出事坦克 是列宇守备大队的M41A3坦克服役62年 事故原因是车速过快 除了陆军外 台空军更是意外不断 1月11日下午 台军一架F16V战机训练时 坠海解体 飞行员坠亡 台方有关人士把坠海原因 归于台军为应对解放军空军台海巡航 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人员训练缺乏 战机保养不足 综岛内舆论可知 此次事故已经重创台湾空军 乃至整个方位体系的士气 其实 台湾军机的坠落 损失的可不仅仅是飞机与飞行员而已 近年来 台当局一意孤行 但是台湾地区的士兵 根本不愿意成为美日利益的牺牲品 所以厌战和害怕情绪比较严重 此次坠机事故 更是给台军士气造成了沉重打击